毛囊炎形成的原因主要有 毛孔阻塞 比如被汗水或者角質阻塞 皮膚共生菌落失衡 好的細菌变少 壞的細菌变多 或者一些微生物的感染 例如金黃色葡萄球菌 油脂分泌变多 或油脂組成改變 经常戴帽 使用发立 发胶 也容易患上毛囊炎 所以頭皮長痘痘的朋友就暫時避免使用這類產品 當頭皮冒出痘痘 千萬不要自己製 有可能會感染 降散 造成毛囊炎五原因 正確保養來改善 1.體質 年輕人或者懷孕婦女的荷爾蒙分泌不穩定 會造成出油量較多 2.作息 經常熬夜 壓力較大 或喜愛運動容易流汗的人 比較容易長痘痘 3.飲食 例如 嘗試一些油 辣 炸的食物 容易長痘痘的人 也要留意奶製品 現在流行健身 很多人會補充乳清蛋白 但吃乳清蛋白很容易長痘痘 所以 經常要補充高蛋白的族群 建議選擇植物性蛋白 經常使用精緻碳水化合物 如餅乾 蛋糕 也容易誘發毛囊炎 4.保養品 使用不正確的保養品 比如過度滋潤的護髮 潤髮產品 5.藥物 使用不適合的防脫髮產品 藥物或是口服 針劑的類固醇 有些健身人士會打紅性激素 精神科常使用的利炎 肺癌的標靶治療等 如果毛囊炎很嚴重 建議找專業醫生治療 長痘痘是身體警訊 按摩穴位改善頭皮健康 1.首先從頭頂開始 在白匯穴用指腹來做一個深層的按摩 2.按壓頭部側面的太陽穴 角酸穴和栗菊穴 3.按壓後腦部分的肉枕穴 4.按肩膊、肩井穴 4.按肩膊、肩井穴 4.按肩膊、肩井穴